二人叫巴士雷跑去安利爾爾衝星的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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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問一次有沒有人想要打磁棒的 有的話題材 想要打磁棒的就可以回家啦 做練習一定要有動機 有的動機就是說我想要做到什麼樣的事情 我要往那個目標去做努力 你們才會真正投入在這一塊 所以在你們現在這個時間的裡面 我希望大家是可以真正把練習 當作是你們未來成功的一部隊 你沒有目標啊 都沒有 都沒有嗎 沒有到兵練啊 我會珍惜你們休息時間耶 不然你還很累耶 都沒有人想要打磁棒 只要打磁棒的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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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人而已好 那五個留下來練習他可以回家了 我再問一次有沒有人想要打磁棒的 有的話舉手 沒有要打磁棒的就可以回家啦 今天就不用練了 我是很認真的喔 是開玩笑喔 有沒有人想要打磁棒 好手放下來 我覺得在你們這個 時間點啊 你們的目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我們開玩笑不會開玩笑 但 你們一定要有個目標 你們才會去執行 那對我來講 打磁棒是 你們現在唯一的選擇 為什麼 打磁棒可以讓你們做到什麼 有沒有人想要改善家裡的生活 有嗎 只要打到磁棒 這些東西都可以改善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打磁棒會不會是 你現在 最想要達到的目標 是嗎 因為我們在做練習 大家記得一個點 做練習一定要有動機 所以動機就是說 我想要做到什麼樣的 事情 我要往那個目標去做努力 你們才會真正投入在這一塊 所以如果對我來講 你們是 以後的目標只是 反正我現在是活在當下 我想要練一下 有練沒練都沒差 那我覺得你們練習的效率一定會打折 好不好 所以給自己一個短暫的夢想 這個夢想可能在你們高中畢業之後 你不想要打磁棒也沒差啊 但如果還在這邊是有機會的情況下 我希望大家可以認真的去執行這一塊 盡量在練習的時候 投入多一點點 我們會講這個是因為 我們周章很多朋友 他們都後悔在國中或高中的時候 沒有認真的練習 少了一點點機會 OK 所以在你們現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我希望大家是可以真正把練習 當作是你們未來成功的一部分 好不好 大家有看昨天的選秀嗎 有 我覺得要進到職棒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難 只要你們夠拚夠努力 你們都有機會可以進入職棒 那你們要留多久會取之於剛剛我們講的 你們平常的訓練做得多大 可是你們三名畢業的有誰 小智希還有誰 沖文 廣片 所以你看你們其實學校畢業很多 職棒嘛 對不對 然後你不想要跟他一樣嘛 身起來打得久一點點 我希望你們可以建議好自己的觀念 就是自己要當自己的教練 因為在你們未來打職棒的路上 你們要做好自己的教練 你們才有機會在職棒 丟著久 好不好 所以我們講的每一個重點 大家要稍微記一下 我們單腳的穩定 移動的平衡 要怎麼做 不是只有在這邊練習而已 你想要多成功 你想要留在職棒多久 就會許之你們回去 或是你在自己的私人時間裡面 打算花多少努力 我講一個例子 你們有沒有聽過林振偉 大家知道他球是多快嗎 158 158 他最近去美國丟到162 你們覺得難不難 他在南英的時候最快丟到146 那為什麼他會有進步的空間 我相信他一定花了很多自己的時間去做練習 所以你們要有一個目標 你們要怎麼去達到 你們就要反過回到自己的練習身上 所以不是只有校隊的練習 才是練習 OK 你們想要多成功 我可以跟你們講 你們現在這邊有幾個人 74嘛 有沒有機會全部打職棒 沒有嘛 你現在好 一定以後比別人好嗎 沒有 沒有對不對 所以 不要氣餒 有目標 然後認真地去執行 你們都有機會成功 不要忘記這一點喔 好不好 你們自己都可以成為自己的家裡人 把自己做到最好